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在专科院校里像是大一点的说国际展会或者说那种世博会或者展览什么的都属于我们这个工作和策划的类型 你看看你这性格啊 你说静如雕塑 动如风吐 那像你这样的员工应该是很不喜欢领导一言堂的吧 你说这个确实讲到了一个点就是我离得最近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民企 就是属于董事长的一言堂 其实我离职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就是这个董事长对我有一定的偏见 是这样的 那天把所有的要入职的或者是已经入职的人叫到一起开会 我们在底下记笔记 然后我隔壁的呢写字的时候有一个字写错了 我就顺手把他这个字改了 可能董事长他并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他只是看到了我和这个男生在聊天 甚至觉得我们两个在眉来眼去吧 他就对我印象很不好 然后到我上去自我介绍的时候 他直接点名了 说我很不喜欢你 太过于自信了 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长得挺好看的 我跟你说你这招在我这看来没用 然后我就 我其实呆住了当时 我不明白是我的什么行为 让他说出了这么严厉的话来指责我 当时听了那件事情之后 我但是我还没有做完自我介绍啊 他先对我进行了一个批评 然后我就跟他认了错 第二次是他早上要开会 然后我们要求是必须穿正装 然后我就搭了一个五厘米的高跟鞋 他早上开会开了一个半小时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一直站着嘛 所以我会有点累 我就偶尔就是重心放到左腿 偶尔就是重心放到右腿 但是我是尽量缩小了我的幅度 但是被他看到了 然后所有的领导都在 包括我的同事也都在 然后他就说 你这个人怎么一点老实性都没有 我就又很尴尬 但是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 我不能脱了高跟鞋吧 周围的人看见我脱了也不合适啊 就大概是这样吧 有两次这样的一个事情 可能就算他真的对我改观了 那我在这个公司应该也不好待 你的性格其实是属于比较爽朗 比较不羁的那种类型 不太喜欢被管束对吗 就目前而言我觉得是这样的 但是我其实会有一定的时间来留给自己去思考 或者去沉淀去反省 今天面试的岗位是教育培训 对对对对 我刚刚说的是想找到一份跟我性格相符的工作嘛 因为我刚刚说我的性格有两面性 第一面就是我说的那个比较活泼外向的那个类型 然后因为我这个人善于也擅长在很多人面前讲话 所以我觉得跟他相匹配的工作 像是教师 培训师或者是主播都是可以的 然后可能也有其他类型 就是跟讲话有关的工作 但是我可能因为自己限制不太了解 如果各位愿意给我机会的话 我一定是乐意去接受和去尝试的 那你要求薪资多少呢 六 六千 有地域限制吗 哪去哪不去吗 北京 你刚才说你的表达能力很强 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表达能力不错 但是表达能力不错会聊天 并不代表我们一定能够做老师 做培训做主播 这是两回事 你能具体一点吗 你到底想做哪一种岗位 如果优先考虑的话 我优先考虑培训师 因为我做过这个类型的工作 在上上份实习工作 是在上海日次公益基金会 我做的是培训师 主要负责北京大学生的培训 你能给我们简单的来一段 最短的吗 我们感受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今天的培训老师 叫我小爱就行 因为我也知道 各位都是从各个大学过来的 可能彼此之间都不太熟悉 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互相认识 所以我这里准备了这几个纸条 一共有四组 每组有四个词 那这四个词里相关联的就是一组 举个例子 西瓜 冰淇淋 这种类型都是属于能吃的 或者能喝的 那么这两个人就可以分到一组 那现在大家都动起来吧 这一派并不能表现出你的语言能力 只是你的互动能力 我觉得在培训这方面 因为你和底下的人其实是平等的关系 我觉得非常大的一点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要跟底下的人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 那破冰其实就是建立和谐关系的第一步 你刚才在讲的时候呢 我故意站起来 然后装作在干嘛 就没有专心 但是你没有提醒我 也没有制止我 举个例子 西瓜 冰淇淋 这种类型都是属于能吃的 或者能喝的 那你实际上没有去掌控现场的局面 是这样的 就是每个人可能都会 因为我其实在做培训师之前 我也是被培训的对象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 就是需要做的事情 可能并不是说 你要破坏这个课堂的氛围 可能只是比如说你的笔掉了 你要把它捡起来 我不是强制你一定要在这儿 坐着听我说完再去捡你的笔 我真的是没看到什么优点 你去了一个公司 没有点 这个你为公司到底创造什么价值 难道只是改了一个字吗 然后到最后呢 你自己的能力 对吧 做培训师 你讲的让我们觉得莫名其妙 对吧 你至少应该看过一些培训师的演讲 要不然山东性很强 让我们如痴如醉 要不然是互动性很好 让我们觉得很亲和 全都没有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不知道你 过去那么多年 怎么白活了 你那么多的自信 哪来的 很疑惑 就是他让我的气氛很高 你看这个学历 这个相貌 然后呢 这什么动如风托 我觉得哇 那一定是很能干嘛 对吧 那我只能说 浩阳你是个巨婴 你给别人那么大的期待 然后期待跟你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暴怒 你就怼人家 那你跟 他有什么区别 我其实也就看看 能不能真给他刺激成一个风兔 能够表现出来一些 会咬人啊 吃看萝卜的能力啊 看看怎么样 我觉得他是比较赶尔赶尴的一个类型 很多的事情 也愿意尝试很多的位置 去突破自己 这个是我从他一开始到现在 比较能够去发现的一个亮点 另外一个呢 是在他简历当中发现的 是说自己自足 强调自己女性的独立感 这个呢 也是我觉得比较欣赏的亮点 谢谢 就是在你的表达当中呢 我觉得做得特别好的 叫做语言的流畅 但是一个好的培训师呢 一定不光是语言的表达流畅 更重要的是逻辑和架构 就是我在你身上看到的 都叫做独立贡献者 但是进入了职场 一定是一个团队贡献者 所以我还没有看到 你的团队协作能力 不管是他给董事长贴标签 还是那个董事长 就他的小毛病 其实从种种的 这样的一些迹象看来 其实他内心是有一种 他的强势也好 他的一些主动也好 都是为了证明一些事情 好 第一轮选择去火流 还有八盏灯 谢谢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猜 来 我们现在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上层领导任命的中层领导 员工不满意怎么办呢 首先如果我是员工的话 我觉得我对我的领导 得看是哪方面的不满意 如果是工作能力上的不满意的话 我只能说尽量做好我自己的事情 去辅助他把事情做好 如果是其他方面 像是什么生活作风呀 或者是性格什么样的原因 我觉得这都不在我的这个 需要关心的事情上 因为这些事情其实跟我的工作 并不相关 如果是不是只针对我 是针对所有人他都 可能大部分人他都存在 这样的问题的话 那可能并不需要我去说什么 我刚才就有一点都迷惑了 因为这女孩刚刚这个答案 从哪个方面来说 都感觉她是一个边界感 特别强的人 但是呢 刚刚她的这个一个小问题 就是她帮同事改了个字 其实这种就是 你跟她又不是很熟的情况下 你伸手去帮她 在她写的东西上面改字 这就是一个非常没有边界感的一个行为 所以我觉得你好矛盾 我觉得你在应对一些问题上面来讲 是逃背的决策 你分析了 我检讨自己 如果是大家不满意 可能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你们寻求解决问题 这个在职场上 其实是一个大忌 我想请教您一下 如果刚刚那个问题 您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如果是员工不满意的话 哪些方面不满意 一方面是他是否采取了主观的 违背公司规章的一些行为 第二个就是你寻求解决办法 如果是她的中层 是相对来讲 是听得进去的话 如果不能听进去的话 你要上去反应 但是这是冒风险 对 我想说这也是 我觉得你内心 肯定有追求完美的倾向 听起来的话 它可能有点撑得有点辛苦 就是让我一直感觉 是硬撑的感觉 虽然看起来不怯场 但是撑得很辛苦 虽然看起来很爱说话 但却没说出什么内容 那个你想做培训师对吧 那你原来在HR部门 那HR部门很多的培训 都是什么公司纪律 公司规章制度 这一类的培训 那你在哪些领域的技能 你觉得自己有一点点基础 其实我刚开始来这 抱着的态度就是如果愿意 让我做培训师是很好的 如果大家觉得 我在某些方面的技能 还不足 我还是优先考虑 先做培训师助理 就是我可能觉得 在座的各位里面 和我这个想要的 这个专业匹配度比较高的 就是陈薇老师 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人 手里也有 那其实确实 你跟我们的匹配度 是比较高的 第一在教育当中 我们本身就是国内 目前最大的女性教育的平台 然后呢 做培训师 第一你不具备 这样的专业内容 而且从零到一 要培养你 这个过程太漫长了 然后可能呢 就是我们 在主播这块我能看到 但你又是一个零基础 所以这个薪资 可能你有没有考虑过 就是 我做过一段时间主播 好了 我们话题不再延展了 这到了变成的 最后的选择环节了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请做选择 还有场外的一整整